老公我再也不敢了 晨晨的老公外出打工了 晨晨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寂寞 没人交流 没人说话 回到家里面也只能看电视发呆 然后自言自语 晨晨觉得自己被这种生活快要逼疯了 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压力传递给丈夫 毕竟丈夫也是为了这个家才出去打工的 晨晨的老公每个月回来一趟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但是当晨晨发现丈夫回来 跟自己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他回来家只是跟自己吃一吃饭 然后没事就睡觉 这种日子让晨晨觉得自己像在守活寡 生活毫无激情 所以在丈夫走之后 晨晨已经习惯性和朋友一起出去唱歌 或者去酒吧喝酒 最近晨晨在酒吧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张伟 张伟长得很帅 说话还特别幽默 风趣 酒吧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 可是张伟好像特别喜欢和晨晨聊天 这一天 张伟又和晨晨一起喝酒 喝完酒以后就出去打游戏 他们玩得很嗨 很开心 晨晨喝醉了 他也不知道第二天怎么会在酒店里 张伟说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们都是成年人 但晨晨说 我已经结婚了 张伟说 没有关系 反正我也刚刚离婚 心情不开心 我相信你也是同样的心情 所以就当寂寞的人犯了一点点小小的错 本来晨晨是想要和张伟断掉关系 但是丈夫常常不在家 自己又很寂寞 所以一直和赵伟纠缠不清 有一天 晨晨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非常害怕 问张伟怎么办 她说 不能要这个孩子 要打掉她 但毕竟是晨晨的亲骨肉 晨晨还是舍不得 不久 丈夫就知道了 她怀孕了 质问她孩子是谁的 晨晨看隐瞒不了丈夫了 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丈夫十分生气 晨晨哭着跟老公说 我再也不敢了 你原谅我吧 我会把这个孩子打掉 但为时已晚 晨晨还是跟丈夫离婚了 就是因为自己一时不能忍耐寂寞 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这种人是不能原谅的 就算很寂寞 也不能成为出轨的理由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